一把寶劍放在那邊 而且他其實沒有什麼支撐 結果風吹吹不倒 地震來也沒把它震倒 還有人不小心碰到 這把劍還是沒倒 等一下你看那畫面 覺得怎麼可能 這發生在2016年 去年的12月28號 我記得當時我接到一通電話 那個時候我是在 我們中美洲的友邦貝里斯 我在拍那邊的海洋藍洞 我接到電話 就是來自新竹北浦龍山 順天宮 那因為以前跟這個宮廟 有一些淵源也去過他廟裡面 看過他其他的一些神蹟 可是那次這個住持 叫溫正松 他打來說 浩平我們廟裡又出現神蹟了 我說什麼 他說玄天上帝 我們剛剛講了玉皇大帝 冬月大帝 現在我們來講玄天上帝 玄天上帝大家知道 對於明朝以來 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們整個中華中原 非常重要的文明 和你一種神奇的信仰 但是他說他的寶劍 我們知道 玄天上帝都會拿一把 七星劍 七星劍 然後所謂這個 踏的龜跟蛇 對不對 所謂的 上帝公收骨蛇 上帝公收龜蛇 他的劍是非常重要的 這把寶劍 他說這把寶劍立起來了 我說寶劍立起來 寶劍立起來 他說而且是倒著立 立在這個拔筊的 我們所謂直角的 這個角的弧面上 對啊 怎麼可能啊 你仔細看 立在弧面上 我們從這一張圖來看 你可以看到 它立在上面 當然很多的網友們 你知道都很喜歡 沒事情就要噴啦 罵啦 就是說 這假的啦 怎麼可能騙人的 黏上去的 釘子釘上去的 還是哪裡勾的 還是有什麼線綁著 那坦白講 連我也很好奇 那我一接到電話 我當然存疑啦 那我說 那你要不要請示一下 玄天上帝 我現在在中美洲 而且我才來 我要到一月多才回台灣 你問他願不可以等我回去 還在那邊等我 他說好來請示 請示以後 又打電話來說 玄天上帝說 等你回來拍 唉唷 我就在醫院說 真的回來 這就是我當時看到的這一幕 因為覺得很不可思議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 他站在那邊 然後這邊有一段影片 是由廟裡面的 顏秀英拍下來的 我們可以看看那段影片 你就會發現說 而且好多 說實在很多人去看 全部人都在那邊啊 這個怎麼作假 而且你看到我在看的時候 我還發現什麼 旁邊還黏著蜘蛛絲 也就是因為已經站太久了 蜘蛛都站了一條絲 你看 你看我站在旁邊 你看看沒有 這個 這個我 哇 怕會打碰島 對 我當時也很怕 我打個噴嚏 還是我過來半島的話 那怎麼辦 但是你知道這個直挺挺的 要立在這拔筊的 你這個通常拔筊的 都是那個竹頭嘛 對不對 那個竹頭 補一半 這是最古老的蜘蛛絲 它的湖面 那當然有一點凹凹凸 可是畢竟是個湖面啊 你現在看到 而且它光是刀餅那個最尖的地方 對 最尖的地方 它根本就是一個點而已 你看我站在旁邊 你看有沒有 這個這個我 我怕會打碰島 對 我當時也很怕 我打個噴嚏 還是我過來半島的話 那怎麼辦 那但是你知道這個直挺挺的 要立在這拔筊的 你這個通常拔筊的 都是那個竹頭嘛 對不對 那個竹頭補一半 這是最古老拔筊 它的湖面 那當然有一點凹凹凸凸 可是畢竟是個湖面啊 你現在看到 而且它光是刀餅那個最尖的地方 對 最尖的地方 它根本就是一個點而已 它是一個點嘛 今年大概七月底的時候 台灣有一個川星台颱風 對 那個時候風很大 那是川星台直接影響到新竹 新竹本來就是封城嘛 對 風就很大 那麼北埔那邊那次 因為川星台的關係風很大 結果他們的監視器拍下來這一段 這段畫面是 這一把寶劍在當時被吹倒了 我們來看一看這段畫面好不好 就是在這個監視器裡面 我們看到當時監視器 是在今年的7月29號 中午的12點54分 然後你就看到時間 從39秒40秒 一直到45秒46秒的時候 那個風 你看旁邊那個燈籠的鬚鬚都在晃動 對 然後就蹦 倒下來 那你就知道 第一個它會倒下來 表示說它 它不是黏在上面 它不是黏在上面 對 而且那是監視器拍下來 它就這樣晃 倒下來也沒有扎到旁邊的貢品 什麼那些貢的碗 都沒有 就這樣倒下來 那當然倒下來之後 那是7月29號 對 第一個 就是你看這監視器裡面 真的它不是黏的 它不是釘上去的 它是會倒下來 那倒下來之後 差不多兩個月內 在10月5號 也就農曆的7月19號 那個 抱歉 農曆的9月17號 9月17號就是國立的10月5號 都是今年喔 然後又再一次 就是這個他們正在這個 等於說辦代集的時候 然後選天上帝下來 只是說要再立起來 就當時就再立起來 立到現在 歡迎大家到新竹北埔的龍山順天宮 自己在網路上查查地址 自己找去看 隨時在那邊大家看看 我只能說這個是 現在還發生的神蹟 隨時去看 因為它是開放的嘛 不幸的人可以自己親眼去見證一下